VBS 让你高洞 唱歌这件事 大家好 我是Hope老师 喜欢唱歌的你 一定多少知道怎么使用气流 也大概知道声带闭合是怎么一回事 或许每次发声练习都做得很不错 但一旦唱起歌来 就打回原形 有这样困扰的同学 我懂 我明白 你的问题可能是出在咬字 唱歌的时候要发出歌词 传递整首歌的情感 意义 所以必须得动用我们的咬字器官 我们的咬字器官包含了 嘴唇 舌头 牙齿 上额等等 这么多地方要互相协调配合 又不能影响到音高的制造 所以怎么咬字就变得非常重要咯 你是不是有以下的情况呢 1.咬字 太靠后 2.咬字 太靠前 3.口鼠心 听我怎么在唱的 你是属于以上哪一种情况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 好 在解决咬字问题之前 我们先来了解咬字 在歌唱当中扮演的角色吧 发出声音的过程是先给予气流 声带闭合 接着才到咬字器官形成咬字 最后产生共鸣 形成声音 在咬字这一关 除了能够传递歌词意义之外 它同时也能够形塑音色 例如口腔空间宽广 声音会比较浑厚 圆润 口腔空间窄 声音会尖尖扁扁的 所以依据我们一起提倡的分工理论 要把音高 音量 音色三者分开处理 咬字要能够在不影响音高制造的情况下 自由发挥 也就是不会因为要制造音高 而出现代偿现象 例如像是口腔空间放大僵硬 在被你提起 是怜悯的爱心 黄尘是有一群疏远的可以 或者是口腔空间缩小挤压 在被你提起 是怜悯的爱心 黄尘是有一群疏远的可以 用这两种代偿发力 去试图达到音高 是很常见的问题 或者是音色被局限住了 唱歌起来很单调 常常就会伴随着 唱歌不自然 或是音准不稳定的情况发生 就不能像是 在被你提起 是怜悯的爱心 黄尘是有一群疏远的可以 那我们怎么把咬字 跟音高制造独立开来 不会互相影响呢 我们可以试试看这个练习 在一般的弹唇里 加上 一压一压的咬字 像这样子 好 然后我们带到音阶里面练习 像这样子 我们下期待 刚刚老师示范了低中高三个不同的音阶 接下来完整的音阶就请同学自己来试试看啰 练习当中以弹纯的状态为主 加入些微的咬字 一跟压口腔会垂直的打开移动 不会因为咬字出现而影响气流通畅 切换一跟压的时候不会影响到音高制造 也不会觉得嘴巴有卡卡紧紧的感觉 切换一段时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我们可以初步感受到不影响音高制造的咬字动态是如何做到的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弹纯加上歌词的咬字带到歌曲当中练习看看 练习完之后我们确定咬字器官非常的放松 不会影响到音高制造 我们就可以把这样的体感放到歌曲当中来正式唱唱看哦 在咬字跟音高不会互相影响的状况之下 相信你会发现很多原本唱不好的歌或者是段落 又能够驾驭咯 好听到这里或许你会想 可是有些歌手不是以咬字特别著称吗 他可能咬字很夸张 或是有些特殊的腔调 的确我们一开始就有提到 咬字本身就会形塑音色 确实能因此成为歌手的特色 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演唱计划当中音色计划的一环 比如说我们的金曲歌后 娃娃 魏如轩 他的咬字就很特别 在某些地方 他会把口腔后方的空间放大 加大唇齿的发力 来提升他的演唱张力 又譬如说我们的摇滚天望500 他也因为特别的咬字 下巴僵硬 字尾不收 口腔空间又放大的方式来演唱 形成他特殊的风格 再来还有许多同学学唱歌喜欢模仿的对象 周杰伦 刚出道的时候 也因为咬字不轻 引发热烈讨论 因为很少人会用这样的方式唱歌 结果反而因为这种好像有点含着卤蛋 咬字故意不咬清楚的方式 加上偏窄的口腔空间 形成他个人独特的演唱风格 还有选秀节目出身的创作歌手 书运营 他习惯把口腔前段空间缩小 好像一个包子一样的感觉 后面大前面小 加大唇齿的发力 也因此形塑了特别的音色 成为他的招牌特色 那么影片一开始提到的三个问题 咬字靠前 咬字靠后 口齿不轻 到底该怎么样让它变成特色呢 其实当我们能够把音高控管跟音色控管 也就是咬字器官分离开来操作的时候 咬字器官不会拿来代偿音高 它就只是音色的塑造 那三种方式都是可以拿来唱歌的哦 咬字靠后 其实就是口腔空间稍微放大 营造出一种比较空灵的音色 咬字靠前指的就是口腔空间会收窄 唇齿的发力会比较大一些 咬字不轻代表的就是 可以把发音当中的子音稍微略过 营造出一种慵懒随性的感觉 最后我再给同学一个判断的依据 如果你能够在维持咬字特色的同时 持续顺畅的输出气流 音准也不会跑 那很大的几率 你这样的唱歌特色是很OK的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希望内容有帮助到大家 VBS让你搞懂唱歌这件事 我是Hope老师 下次见 拜拜